你怎麼回事? 很開心,然後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因為我知道很多日本的粉絲 他們都會選擇存錢 然後飛到各個不同的城市來找到見我的機會 所以這一次我等於終於可以回饋他們 來到他們的家想跟他們見面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榮幸也很開心 大家真的很享受今天 《恋の始まり》《夢の終わり》 《撮影時に楽しかった思い出》 逆に大変だった事ありますか? 其實這個戲已經拍了2016年 拍到現在時間隔很久 但對我來說這個戲還是對我很難忘很難忘 因為這個角色非常的特別 也是我出道以來接演過我覺得最過癮的角色 而且其實這個角色我賦予很重大的使命 因為幾乎有90%的戲分都在我身上 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辛苦 因為我非常享受在正如薇這個女主角 他的人生兩條路的方案當中去過不同的人生 然後我也覺得因為這部戲 讓我的生活變得很精彩 也是我目前為止最滿意的戲劇作品 你自身一言で表現出場 どんな作品ですか? 其實我覺得這部電視劇 雖然探討的是女性關於選擇 無論是選擇家庭或選擇工作的這兩條路 我覺得在裡面也看見了 男性對於家庭重擔和固好愛情的這個 算是很左右為難的狀態 那就我自身來說 應該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我非常的有事業性 所以如果對我而言不會像女主角那樣這麼煩惱 我覺得我很幸運的從小就知道我要什麼 所以也希望藉由這個作品可以帶給現在正有這種煩惱的觀眾 給他們一個出口讓他們可以有一個方向 做一個不會讓自己後悔的決定 作品を通して 雷妮さんが今後目指していく目標とか っていうのはございますか? 我覺得因為這部戲的劇本太棒了 所以我確實在挑選劇本的目標 就會以它為一個基準 但我發現要超越是真的很難 所以我很幸運的曾經有過了這部戲的經歷 那我未來其實所接演的角色和劇本 我希望可以跟這部戲《陽K》帶給觀眾一些答案 然後可以讓他們等於說我可以貢獻給社會一點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在演戲不再只是自己享受表演 如果我在演戲的同時我也可以把很多人的難題演出來 然後讓他們可以感同身受 甚至他們從中得到一些救贖 我覺得那是當藝人最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因為這部戲之後 我反而對於演戲的目標和從前非常的不一樣 我剛聽說在排隊的人潮裡面多了非常多位男性 這是我最意外的 因為從出道以來我的女生粉絲一直都比較多 連過去我來日本做見面會的時候也很少看見男粉絲 所以今天在這個部分我很期待 然後再來就是我也知道有很多海外的粉絲 也特地的日本以外的地方的人 他們也飛到了東京這邊 那我很感謝他們 然後因為這一次的遊戲環節 主辦方很用心地討論了很多跟戲還有跟我自身 有關的很多問題可以有做互動 我希望等一下大家都可以很盡興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表現他們的瘋狂 因為我覺得日本粉絲都很乖 我大部分接觸到他們他們都非常的安靜 可是我知道他們內心非常的喜悅 那我希望他們不要害羞 然後等一下簽名的時候 也可以表現出他們對我的喜愛 謝謝